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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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所以大家都是有了一个正确的发心或者说一个好的动机 也就是为了听闻佛法或者为了修持佛法而来到这里 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念很容易有一些改变或者不稳定 所以我们都要再次地提醒自己 随时我们都要发起一个菩提心 也就是我来这里这一次来学习或修持这样一个白度母的法 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益自己和一切的众生 那么利益众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要得到解脱 得到这个骗之佛的果位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依止一个法门 比如说依止一个殊胜的本尊而修持而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这一次前来学习跟修持的是白度母如意伦的法门 这样子的一个发心为了利益自己和一切众生 而愿意来修持的这样一个发心就叫做菩提心 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上要求自己的主机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通过去和我们修持就是 nós许的喜欢说 你们能不能做这种意见 好意见 我们这里要求他们有我们的心理 所以我们在这种意见 我们修持的前面 就是我们修持的 这样的孩子就要靠近我们 不再多一点 在哪里有事有关的 在哪里有时候 我们们将说 走路的路的人 我们在这里 前面有一个山坑 在山坑前 到了 因此,可以使用高度的大家可以把高度的最高的方式 助手把一方那边 让你 działa 而且作为鲁 кам准备 新年侯就做了 靠近的 所以修置修教育的 师父 autor运动 以使他们اص练 e 加音 relation 他们政治都想描定 尖ám将他们认为 你运动的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修持的这个法呢 就是叫做白度母如意伦的一个修持 在这样一个法门的修持过程当中 我们会观修白度母 并且向白度母来做提醒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度母 它的名称 它的全名可以说叫做圣旧度母 殊圣的这样一个旧度母 那么我们说有很多的佛菩萨 有无量的这个本尊 白度母呢 圣旧度母呢 它是其中很特别的一尊 那所以它前面会加一个殊圣旧度母 那么旧度就讲出了它的事业 也就是白度母 应该说度母呢 它就是帮助众生 暂时来讲 出离各种恐惧 我们说有八种恐惧 十六种恐惧等等 究竟来讲 帮助众生 处理轮回的各种的痛苦跟恐惧 也就是帮助众生能够成就佛的果位 那么度母来讲 它的形象呢 它的事业也有不同 一般我们会说有绿度母跟白度母 那绿度母主要它颜色是绿色的 它主要是帮助行者能够消除在修道上的各种 八种灾难或十六种这种恐惧跟灾难等等 那白度母呢 它也叫做如意伦 白度母如意伦 它特别的事业呢 是代表了这个离死 然后是能够长寿的意思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法门 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羞耻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白度母它的咒语当中 我们就有提到它的白度母咒语是 Om dare du dare du re Mama ayu bu ne jana bu jin guru so ha 那再解释一下这个咒语的时候 首先呢有提到 有一个中段叫做Mama Mama的意思就是对于我 就是行者我 对于我 我们的一种已经美好的 已得到 这还是有一个人ffen法的 看孩子还可以雁阔 我想如果我们反应 我们 erk��了 我们使务上的 szyb正在美学习审卒 我们和美学习审卒 从不浓 Wij誤 这都在 цвет公园 身上有的余裙方有的文化有的文化。 如果有的文化有的文化有的文化, 等於這些文化有的文化有的文化. 人們的文化有的文化有的文化有的文化。 白肚母的咒语里面有这样一个妈妈 就是我 就是对于我 那么在佛法里面来讲 其实究竟来说 佛陀告诉我们 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我的 也就是所谓的人我 也不真实存在 或者说所谓的法我 也就是万法 它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本质是空性的 但是呢 在从缘起世俗的角度来说 当一些因缘聚会的时候 还是有所谓的我 有所谓的他的 这种暂时的显像 会显现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明的话 就像是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盆 很干净的这个水 然后同时是夜晚 天空也是无云的一个晴空 那这时候月亮 就能够很清晰地 倒影在这个水中 但我们会说 这水里面真的有 那么一个月亮吗 其实并没有的 但是月亮的倒影 能够很清晰地显现在 这样一个清澈的水之上 所以同样所谓的我 它并不真实存在 但是一些因缘聚会的时候 它就能够很清晰地 这样子显现出来 所以在念这个咒语的时候 也是这时候是有一个我 缘起来讲 有这么一个我 祈求度母加持 所谓修实者这个我 那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要能够自立立他的 dis谈认真正乱的 太想了 那么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生活 做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 在那里的生活 是不是 我们的生活 在那里的生活 大家也想介绍 本当如同 我们的生活 很员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就能够 到了 孩子 坐在他 子 让我们 Sag起来你的祖父亲。 离开的话,我们这场友会想起来, ABT就说了 рос余 generation, 但在更前由我们чит我们散课。 成功经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了要祈求度母加持我们什么呢 那这个咒语接下来后面就提到有三个部分 是希望度母能够加持我们的 第一个呢就是叫阿悠 阿悠的意思呢就是寿命 那换句话说我们都必须要有很好的健康很好的寿命 那因为不仅是自立来讲也好 或者是立他来讲也好 是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长寿的情况 或者我们常说你要完成世间的事业也好 或者你要做佛法的修持也好 也都是要有长寿的 所以最好的修持长寿的方法是什么 法门是什么呢 也就是向白度母来提寝 所以在念这个咒语的时候 妈妈就是对于我 祈求度母对于我呢 给予什么呢 赐予这个阿悠 就是寿命的这样一个加持跟成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下一个是经济域的东西 在记得是远着一国的东西 它就是肯定的石头 要参照的东西 他就是在下山坪的我家的海中 有些草莓的 kun不怕的 寫着我家的海中 而在我家里面的所谓 我家的海中和海中 他就是了 我以为他在它 我家里面的海中 我家的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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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警察防干净就流程当玛丹 在社会上所以说 在作语头表溺里面知道 这非常水平的 Wasser 芯经在语装树警察 什么都能够偷着 我们来看,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来看,我们也可以看, 我们吃过来做好的钱,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很久。 如果我们来看,我们先看又看 我们来看再说,我们来看这一面的钱,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更多的钱, 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来看天 рел汉堡上的钱, 或者说有的人他其实寿命可能是有障碍 那么没有办法很长命的人 但是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法能够寿命得到增长 过去很出名的一个公案一个故事 就是他举办的一位祖师叫刚波巴大师 他当年在可以说皈依佛门之后 他一路开始精进地修持 到他42岁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做了很多的梦那一晚 那他其中就梦到说有一个空行母视线来告诉他说 你只有三年的这个寿命可以活了 那他隔天醒来之后他就想 哎呀那我只剩三年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度过我这样的三年的生命呢 那他就想说我应该全心地去修持 去闭关修持 那当时就是他可以去到云游 或者到各个地方去闭关修持 但他也想在修持之前 他应该要找一位一指一位上师 那那时候很出名的一位上师叫做 哲巴善知事 也叫哲巴格西 他是嘎当派的这样一位大师 见了这位哲巴格西的时候呢 那哲巴大师也很高兴地看到说 哇钢波巴大师啊 你真的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位大师 这么有学问跟修持 那你一定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 但钢波巴大师一听了之后 他说其实呢我没有什么时间了 因为呢空行母授极我只能再活三年 所以我要去闭关了 我不能够去利益众生了 这时候哲巴格西呢 他一听到他就说 哦哦你不用担心 因为有一个法门叫做 白度母如意伦的法门 如果你好好修持的话 一个人寿命再有障碍 他都可以寿命得到这个增长的 所以公安历史里面记载 钢波巴大师 他接着就得到了这个法门之后 他也修持这个法 之后呢他就活到了八十八岁 他就这样 我们谈到八十八岁 睡觉了 他就在这一天 我还能够做到八十八岁 但他就在这里 从来把这一天 这有一个人都说 我们从来 在这一天 我从来说 他就会在这一天 做到一天 就像一天 那他就会 在这一天 他就会 我们说 我说 所以这个法就意识到 所以当时从钢波巴大师一路传承下来 可以说我们叫石修传承 就是嘎玛钢仓这个传承一直下来 那我们看到嘎举派里面 嘎玛钢仓这样石修传承的所有过去的祖师呢 他们都依止这样一个白度母的本尊呢 为主要的修持之一 所以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长寿 而因此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如果各位是想要更好的修持 或者说事业上来讲 你真的你的事业是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因此你也需要寿命的这个增寿 而延寿的部分 那最好的一个法 就是白度母如一伦的这个修持了 他们就步骤那往文章� 他们也讨论了 是同一个修 que进来的 真是,我承受了一个主经国家 我想 Goog来�를忍oland 就和我设计 跟那状恐恼要营星 让我饿了 社长的事情 那我们来自 gleich宵 回来不静了 而那也做到一切 和我们现在 要听到一切 我umuz在政治过程 いて自顽神 早朝 takiejciamo 接着咒语的第二个 提到的是我们也希望 度母能够赐予我们的是什么呢 叫做不捏 不捏的意思呢也就是福德 或者说喜乐 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不管我们说 寿命它是长还是短 但如果说没有福德 或者说没有喜乐 换句话说如果身心都不健康 或者说有充满了各种的痛苦 或者说世间上事业上 各种的障碍逆缘总是不顺的话 那么在长寿它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在这里你世间的事情 也无法能够成就 或者修行也会障碍很多 所以最好的一个本尊 帮助我们消除各种这些障碍 事业能够顺利或者身口意 都能够得到安乐 所以我们祈求白度母 所以这里叫不捏 就是祈求度母 至于我们的福德喜乐能够圆满 我们很辛苦的 真的欸 伊人 探用 remove IV I reef Shame 虎 右 我 リ 合 B 对 AK W Dragons Temar 对 Bon C LT C dam 以前你不见过枚一个笨害的 他们的就是那个得到 有没有想法 有可能oreби那么很上面 这需要多长 mam的 找到 身体酿舒服小道具人,让他们他所印象衷аль件毫备用过程度 提出将军公民的事件照片面显得更 Diets judicial。 他像个主义红沒有社会地主义红的状 celebrityです。 2-0-10 1-2 吸引 1-0-12 1-0-10 2-0-12 3-0-12 3-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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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5 4-0-15 4-0-15 3-0-15 4-0-15 在或许都会有的中国学书、 给人家艺变成为了西自从无论成为了 在家中发现的教会有一个生意的教会 期间的教会会有一个教会的教会 参加的教会有那个教会的教会 都有学习教会的教会 在家中发现的教会有的教会 刚刚讲了是第二个叫做福德跟喜乐 那么再来我们还是修持道路上也好 世间上也好 我们还需要的一个特质呢 就是智慧 有的时候也叫做本质 藏文是一个叫歇绕 一个叫野谢 那在这里来讲 它的咒语里面就是加纳 所以不捏加纳 加纳它指的就是智慧 那在梵文里面有的时候翻译成藏文的时候 加纳会翻译成野谢 就是本质 那么有时候巴尔加纳 就是另外一个梵文的话呢 它是翻译成为歇绕 就是智慧 那无论我们叫做本质也好 智慧也好 那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指说我们需要有这么一种智慧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有了长寿了 严寿了 第二个福德也有了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就够了吗 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 但是呢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还需要的是智慧 那么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具备的智慧的修持 开启智慧的本尊是什么呢 最主要也就是白度母 那么它帮助我们智慧这里指的是 世间上也好 你要利益自他的时候的一种智慧也好 或者是你在修持佛法上的时候的一种智慧也好 这时候白度母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开启这样的智慧 尤其在修持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我们说三种智慧 听闻思维跟修持的智慧 那么有了这样的三种智慧 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暂时的这种快乐也好 同时就近的解脱快乐也是能够得到的 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加纳 所以以上总结这里就是说 祈求度母赐予我们的呢是有三个 一个是阿油就是寿命 不捏呢是福德 加纳就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法 祈求白度母帮助我们增长这三种特质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起共修这个法 同时念诵这样的一个咒语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在这一家的第一个我所讲的 我是一家的 房子在澳大际上 是神经的 神经的 是神经的 背就是神经 上前的 他没有奔吐 我余发制的 原来自我都会人家的 身权大际上 有努力做得到 这一整段的意思就是祈求度母帮助我们真的得到 或者说我们的寿命也好福德也好智慧也好真的都能够增长能够成就 那为什么说这三个要具备跟成就很重要呢 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很好的自立也能够广大的立他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我们说一个修行人自己需要具备这三种特质 从过去的祖师历代祖师你会看到他们利益众生的事业是那么的广大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修持这样子的一个百度母的法 佛武耀 天荫天的 gä地 如霍华严比艾 霍华严比艾 有了,路中够了变化了, 眼睛全部有了,他路中够的保障, 业保障,业保障,业保障, 他在这种东西, 他在这种东西,他在这种东西, 在这种东西,他在这种东西, 他在这种东西,他在这种东西, 你条位 creeping生,哪有了, 川ła Cai,放小兔和虎 knego Slagi, 以上东西, 在这个中选址上, 在这种东西, 真的是为了给出名工ETH, 就是我说, 这些人都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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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想谈一下 在持诵这个度母的观修 跟这个咒语的部分 这是因为过去 有一个人他有提出这样的 一个疑惑 他自己这个人也是很好的修持者 尤其在修心的教法上 我们叫罗中就是修心的 这种教法上他也非常的 鲜熟这样的一个法 修心的法 他在佛法的知识上也非常有学问 所以他自己就发现 怎么在修好像白度母的 咒语观修的时候似乎是跟 修心的教法有所相违 有相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 如果在修行法上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其实都要消除这种疑惑 或者误解是很重要的 我想简单的讲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在佛法上简单的讲解这个部分 那么有些人 在修行法上的学生 有些人有些人 就是他们你们 在修行法上的部份 这些人也是 在修行法上的培讯 在修行法上的 和修行法上的 。 知道是護士士先生是同事的 同事他不希望他的動画 這些都是療法的 也有什麼 他不想保護自己的 但是日後 他不想保護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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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不想保護自己的 但他不想保護自己的 給她 跟咔 code 就讓個不顯 再金 ved 是 ? 以我为何所以оз了一个关系的后果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 上面大概是 在这是一个重点的重点 位置的重点 在只是到落了 都是不深点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在这些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 重点是青 Cavana 从后边到了 而 已往後 此字幕 曾经 而 这个修心的行者 他有的疑问是在哪里呢 如果大家有法本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22页 我们从22页到24页 其实就是当你在观修 这个白度母 持咒的时候的一段观修 所以他这里会提到说 你在自己的心间 有没有在莲花月电之上 你要观赏一个莲花 有一个月轮之上呢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 像法轮一样 就是有八个符的 八条的八符的这样一个法轮 那中间有一个DAM字 这个DAM其实代表的 就是度母的自信 所以有这样一个DAM字 那这时候你自己 已经是白度母 那么接着你会要观想 在咒语的法轮的周围 围绕的这里有 从前方开始环绕 接着我们看到23页 是在这里提到 在八符轮上 就是那八条的中间 有八个符嘛 八条的中间也站立了 如珍珠一般的咒字 就是DARRE DURESO 有这样站在中间等等 那么从其放光 这里要观想说 你要观想这些中子字 就放射出光芒 然后供养给诸佛 佛子利益众生 增长寿命等等 好到这里 那一个修心的人 他都没有任何的疑问 他也觉得太好了 这样的观修 实在是很利益众生 但他觉得是不对的 是看到下一句 他说 那这一段其实大百话就是说 我把所有情 就是一切有情众生的元气 都被我吸过来了 然后就是说 人们也笑 他说 那个修心的人 就觉得这一段太不好了 你这个人太自立了 你怎么可以把众生的元气 都吸光了呢 然后你不只是情 就是代表友情众生 就是生命 那气是指我们的山河大地 这些植物等等这些 你把这些大自然的精华 也都被你吸光了 然后结果变成是你化光 然后到你身上 然后你就变得很长寿 这样那个人就提出了疑问 他说你这样的修法 实在是不太符合利益众生的 完全都在自立嘛 甚至好像在诅咒他人 然后把这些别人的好都吸过来 这样实在是太不好了 那个人就这样说 那些人也不太符合仿杀啊 这个人也就不太符合了 就是 这些人的 吴感染的 词又不是 这样子 也许 这些人 那些人 就不太符合了 啊 这些人 也不太符合了 像我 一个人 也不太符合 这个人 就不太符合了 就不太符合了 那些人 有一些人 在牠早上,牠的牠,拼頭,牠的牠,牠的牠,需要對牠的牠, 所以这里呢 是在有提到说是 大悲的慎重之加倍 前面这一段也很重要 不好意思我刚刚有漏掉 就是说你不是去吸到说众生的这个 而是说慎重的加倍 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加倍 它都已经散在这些众生友情上 或者是山河大地上 那所以这个一收信的人就觉得说 你把散在这些众生友情上 佛菩萨的大悲 好像都被你吸过来 这种元气都被你吸过来是不好的 但是人们却这里解释 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观念 其实这里重点是佛菩萨的加倍 慎重的加倍 散在这一切情气世间的这种元气也好 佛菩萨的大悲也好 我们在观想收摄回来 你并不是把佛菩萨的慎重的加倍偷过来 并不是的 其实呢 它就好像是 佛菩萨的那个大悲一直在给予我们 都散积在一切友情 一切的山河大地上 但是是我们自己盖住了眼睛 或者说障碍住自己 没有领受到 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好像说一个山洞 如果这个洞 它的门 它被一个石头挡起来了 或没有任何入口的时候 不管外面的太阳光再亮 它也照不到里面 它没有办法投射进来 但是如果说 你把那个门打开了 光自然就进来了 你那时候你只是打开门 你并没有在偷那个日光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 它在这里的观修 其实你并不是去吸收过来 而是本来慎重的加倍 在勤气一切 遍及勤气的一切的这些 受缘成就是都在那里的 一直都在散发给予我们的 但是我们没有打开自己 去领受它 接受它 那时候我们都在买入内 是搞了 但是我们会用在买化 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赶上 跟我们的坚定 在买化 我们的环境 也知道我们不在买化 我们的亲戚 和我们的困乱 我们的困乱 元宙居然被鸟蛋白了 乱没了 乱支的 Pronoun 被鸟蛋白了 每次乱扶着 乱八千亿 乱与 душ 子所用的 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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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在這裡也有提到情氣世間 我們說山河大地裡面 其實所謂的地、水、火、風、空 就是存在於大自然的氣世間的各種的這種元素 它都具備了一種力量的 舉例來說大地它具備了一種穩定的一種力量 水呢具備了一種流動傳遞的力量 火呢具備了能夠成熟眾生的 長養成熟的力量 風呢具備了一種 這裡也是流動 能夠傳遞流動的一種力量 再來空呢它代表的是一種開闊 一種空間開啟的一種能力 那換句話說這種力量也就在那裡 大自然一直在散發著這樣的一種力量 那問題常常就是我們關注自己 你沒有讓這種力量回到你的身上 你沒有辦法接受到它 那所以在這裡它只是你接受大自然 本來就在給予我們的一種力量 你打開自己接受到這個力量 可以怎麼樣呢 你得到了之後 你就能夠再次的放光也好 或者說你再次接受這種力量之後 這裡觀想再給予一切的眾生 所以你並不會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羞恥 大地都變乾了 並不是這樣的 你並沒有在偷任何的東西 你只是就好像接受陽光一樣 你打開自己 接受陽光的滋養是一樣的 你這件事啊 但我們在這裡的人 你去那些東西 你要去死 你這件事 所以我們沒想到 這件事 都是説有了 你的身份 好嗎 你怎麼搞的 你的身份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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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東西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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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用互动来做证作的证作。 这是用互动借的证作 filled, 就用互动借过去的证作, 但是用互动借的证作, 有互动借过去的证作。 用互动借过去的证作, 用互动借过去的证作, 所以,同样,气势间, 或者是情势间也好,就是说友情众生, 那我们在这里说领受他们的各种的成就, 这本身也不是问题,原因在于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领受的这个友情众生是指那些有福德的, 有这些利他心的这样的众生的这种力量, 所以他其实本来就在想要帮助你, 同样也是你不接受别人的帮助, 有的时候反而是对那个人的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是打开你自己, 接受对方的福德,对于你的喜乐,对于你的关注, 所以你接受的时候,你反而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而不是拒绝别人, 就好像我们说佛陀,佛菩萨佛陀, 他为什么能够成佛? 就是因为能够利益众生, 那也因为众生他才能够成佛, 换句话说,因为众生接受了他的利益帮助, 他才能够成熟, 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是很有力量的, 菩提心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为那个帮助到了那个众生, 那个众生愿意接受了你的帮助, 所以就是这个观念, 同样对于刚刚其实是三段, 第一个,慎重的加倍, 你没有在偷慎重的东西, 佛菩萨的东西, 同样气势间大自然也一直在散发着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你也没有在偷到它或抢夺它, 同样友情众生他一直想要给予你利益跟帮助的时候, 你也没有在伤害对方, 你反而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你也得到了一种力量, 然后你再分享给更多的人。 你也是第一个, 你也认为要是未经历任何观点。 每天都需要在偷人上的面前, 然后就像我一样高兴, 就像你一样高兴, 就像我一样高兴, 你一直在接受到偷人上的身体, 就像我一样高兴的那种一样, 放我的轻软, 但看我一样高兴, 我们就串一些少量的事, 所以这一段就是从二十二页开始到二十四页这一段可以说是白度母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修的部分 那也就是你在持咒的时候你的观想这一段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你观想在你心间就像这里所谈到的有这样的咒字放光出去 接着你对于慎重的加倍也好或者是友情众生在利益你的众生的这种善心也好 祝福你帮助你这个心愿也好或者气势间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各种的力量也好 你都观想说这些你都接受了你都敞开自己接受了这一切的祝福这一切的加持 就像是光芒一样回到你身上回到你身上哪里呢 回到你的心间你观想的那个档字 还有你心间围绕着档字的周围你观想出来的度母的这个咒语的身上 那这时候你就想说自己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加持 寿命也真的得到了增长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我将来能够更把这样的光芒福德等等分享出去 所以你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这样子的一个观想跟修持的 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把这样子都想听到 做成了解那些事情都不会有关於大家的 一直死在那儿 可是最后还是吃不 caut 是最后是… 这是宇宙的 还是要找到这儿 如果说你打的这个东西 可以了解副 如果所有人都在 section 3060,就所以他們希望說, 只要親親Sir, 真的他們保障於。 如果 route路, 我們政府把保障與學生做文, 另外,如果者是教授的, 他只是顧著說 mieux, 了解自己, 也只是搬運 their Mont니, 要給別人 在这一天的结尾就 七八千人如果有罢了 你提前呢 整得是你各个天到家庭本 如果有罢了 再来还有一些人 会有另外的一个疑问 就是哇你度母这么好 这么殊胜 但是讲了半天 好像都是今生很长寿 今生很有福的 那来生呢 那好像修这个法 是不是只帮我今生 很好就好了 来生到底怎么样利益得到呢 但其实它也是 这个法门当中 也包含了来生 是因为 在你观想自己是 白度母的时候 你的头顶上 你也会观想 有一尊阿弥陀佛的 也叫做无量光佛 那么 因为我们说 人在往生的时候 如果你说要 将来要投身到净土 或者说保持一个正念 你要投身到一个 好的净土的时候 那其实你的心事要往上 那么也就是 你要融入到阿弥陀佛 从你的饭穴 心事从你的饭穴 头顶出去 融入到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常说 投身净土 有很多因缘 殊胜的这些因缘 你必须具备才能投身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时常要观想 阿弥陀佛在你的头顶上 所以这个法门 换句话说 你观想自己是白度母 头上有阿弥陀佛的时候 它不只帮助你今生增长 寿命福德跟智慧之外 它也帮助你在 等于是说 在做临终的时候 的一个修持的准备 同时你也能够 来生投身净土的 这些法门 对我来自身无穷 他的与其中处 叫我记得 这些人 在自己的母亲 里面 但是 我指引的 所以这一次大家能够修持这个白度部门法门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是太棒了 那么如果这一次这几天能够大家好好的学习修得好 这个真的对于未来各位也有心想继续修这个法 你就知道能够大概知道怎么修持它 那你慢慢慢慢地修持这个寿命得到增长 福德得到增长 还有你的智慧也会得到增长 那不仅是今生有这样的利益 在来生来讲就像刚刚所说的 它能够帮助你不落入到恶道 能够投身到净土去 那么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 那我们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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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切勿杀生祭司 在浙江前唐这个地段 有一位姓金的居士 是位自律严谨的佛教徒 塔长年速食 剑杀 放生 护生 非常虔诚 金先生 您又来这里放生鱼儿啊 是啊 每次我看到鱼儿被捕 就感到心痛 一定要看到 它们回到水里 游来游去才会开心 金先生 你可真是菩萨情长啊 刚才那位金先生 是佛弟子吗 是啊 这位金先生 学佛有段时间了 他可是非常虔诚的 一直吃素解杀 我想他一定能修成正果的 是啊 像他这么虔诚的学佛修行 一定会感得胜过 哎哟 老公 你回来了 是啊 哎呀 你从哪里弄来这条鱼啊 我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 你不知道吗 儿子媳妇今天中午 要回家吃饭 我总不能让他们俩也跟着你吃素吧 你不会是要把这条鱼杀了做菜 给儿子媳妇吃吧 是啊 不然呢 阿弥陀佛 万万不可啊 喂 你这是要做什么啊 你要知道 杀生可是很严重的恶业 我前程学佛这么多年 怎么能让你杀生呢 你吃素见杀是你的事 杀鱼是我的事 就算有罪 也是由我来担着 你呀 大错特错 眼看着生灵被杀 我却视而不见 那也是罪 我绝不会让你把这条鱼杀掉的 老公 老公 你要抓这条鱼去哪儿 我要把它带到河边放生了 唉 真是说不动它 因为金先生的执着 金太太只能为儿子和媳妇 做一桌素菜 唉 今天我本来准备了好几道荤菜 可是你们也知道 你爸他是佛教徒 不让我做荤菜 还把我买来的鱼抓到河边放生了 爸 现在生活好了 你何必每天都粗茶淡饭 不吃荤腥 跟自己过不去呢 是啊 现在生活是好过点了 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大吃大喝 奢侈挥霍 好事就会变成了坏事 贫寒人家粗茶淡饭 安分守己 虽无得意之事 却也一生平安 善事善终 这也是可以算上一件好事的 其实素菜也蛮好的 我们快吃饭吧 纪念后 金先生寿终正寝 金太太因思念丈夫 于是便把她的遗像放在家中 每天坟相祭祀 老公啊 你在那里过得还好吗 妈 你今天也累了 还是早点休息去吧 嗯 好的 金先生死后没多久 某天晚上 金太太做了一个梦 梦到金先生出现在她的面前 老婆 老婆啊 啊 这不是老公的声音吗 老公 你在哪里啊 老公 你回来了 你在那边还好吗 虽然我平日里精进修行 可惜福德因缘不够 没有往生净土 但现在在阴间也很快乐 来去都很自由 那就好 那就好 你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 你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 放生 不胜 只有这样才能积下善业 以后就算无法往生净土 即便是在阴间也能来去自由 第二天早上 金太太就把昨晚的梦向儿子和媳妇说了一番 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梦感觉特别真实 似乎你父亲昨晚真的来找过我 并告诉我说他在那边过得很好 妈 你一定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可能太过想念父亲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是啊 妈 您这是太想爸爸了 可是这个梦感觉实在太真实了 要不我们今天祭拜一下父亲吧 嗯 好吧 于是金太太和儿子媳妇 在金先生的一项钱 供上了一些水果 他的儿子还买了一只鸡来祭祀金先生 儿子 你这是从哪里买来的鸡呀 我刚出去买的 你怎么能买鸡呀 你父亲生前一直很认真的学佛修行 从来都不杀生 你若是买鸡来祭拜他 他一定会生气的 他怎么会生气呢 你看人家祭祀仙人都有鸡有肉的 我们做只用这几样水果 那老爸才会生气呢 嗯 那好吧 当天晚上 金太太又梦到了金先生 老姑 老姑 你回来了 我对你说过的话 你竟然丝毫没有记住啊 啊 怎么了 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呢 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鸡来祭拜我 如此造业 使得今天已经有人来监视我 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自由了 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杀生罪业深重 杀生祭祀是会连累到死者的 可是有很多人都用鸡鸭鱼肉来祭祀仙人啊 是啊 世上是有人杀猪杀羊来祭祀祖先 甚至还洋洋得意 以为如此就是光宗耀祖 但是祖先此时果能享受一块肉吗 结果只是杀生害命牵连祖先 死者若有之 必定垂胸顿足于九泉之下 反而不如平寒人家 用蔬果祭祀了表诚意为好 嗯 好的 我明白了 从那以后 金太太每次祭拜金先生 都指引素菜 蔬果祭祀 并且也开始听从金先生的教诲 学佛行善 介煞放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